大家好,我们是马鲁游龙,会出新世界 为安定军心,照顾其眷属 自民国38年政府迁台以来 在全台各地纷纷新建了村落,即为现今的眷村 眷村里有数不胜数的宝贵历史文化 而全台曾有过886个眷村 但现今具文化资产身份的眷村仅剩50个 位于桃园市中立区的马祖新村就是其中之一 但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保存 马祖新村皆面临发展不足,无法取得大众的共鸣 并且在现代社会紧凑忙碌的生活中 不论是成人、青少年或幼童都十分依赖电子产品 却疏忽与家人联系感情,造成家庭关系疏远 因此,为传承传统文化并促进家庭和睦 我们设计了游牧民族桌游 以月星亭为中心 并且以棋盘室以及鱼骨室的设计理念做出了地图 以当地的历史特色还有美食景点 设计出了美食、景点、历史、AR体验卡 还有房屋卡 以及机会命运卡 以忠孝仁爱为设计理念 做出了军人小人偶 游玩中游的获胜条件 是当你的军人升级到三等 带上官室彩带 或是其余玩家都破产了 这样你就获胜咯 在游玩的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马祖新村的历史 还有附近的美食景点 可以吃到不采的美食哦 当你抽到AR体验卡时 扫描后面的照片即会出现导览影片 导览影片的最后都会有随机问题 回答正确即可获得相对应的奖金 绘本的部分 里面的故事讲述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人打仗 退守到台湾的故事 以及关于马祖新村的美食景点 里面使用的材质还可以刺激小朋友的小肌肉发育 使用不同花的颜色 可以提供给幼童算数 任颜色 在绘本的最后 还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着色 扫描出属于他们自己的3D军人 让他们提升成就感 为了达到方便收纳 本校主要设计抽屉室 以及掀盖室收纳 最上层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窗花 一层是放置游牧民族游戏配件 一层是放置祖传说绘本 两者不同的点是 在抽屉室有设计一层收纳层 能自己使用 前面所提到的AR体验 都可以在马鲁游龙专属APP里体验哦 APP里主要提供两大功能 一种是游牧民族 桌游计分 以及AR体验的部分 画面中的四种不同颜色 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玩家 并且当你抽到AR体验卡时 扫描后面的照片 即会出现导览影片 而导览影片的最后 有随机的问题 让使用者有立即的反馈 点进我们的AR着色 一开始没有扫描到小军人会出现 请扫描小军人 绘图完并且扫描到小军人 就可以拥有属于你的小军人 马鲁游龙会出新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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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